車停路邊被刮花 又長又深的刮痕就留在車身上 被刮車的還不止這一輛 沿著鄉東所停車場 還有周圍路邊仔細看 竟然有20輛汽車全都砍刀刮車 嘉義縣民修鄉公所 竟然出現刮車怪客 看見愛車被毀容車主好心疼 本來一早出門要上班 看見這番景象全都傻了眼 各種奇形怪狀的刮痕 全都出現在車身 還有玻璃上 而且深可見骨 就連鄉長的公務座車也遭殃 簡直氣炸 我認為這個歹徒膽大妄為 一定要早出來以出生活 有可能是石頭 應該是晚上 公所表示前一天晚上9點 還有同事在公所加班 當時沒有出現可疑人士 估計刮車事件 是在深夜10點之後才發生 警方在現場進行搜證見識 大量掉月見識器 到底是有什麼不滿 近人一連讓二十部車全匯容 警方還要進一步調查 找出掛射外科 記者 郭郭文貴 嘉義報告 谢谢大家